观光局将推动乐林旅游品牌黄金时光的首发团 18号下午有12名名人、网红以及媒体前往吉安乡的浩克艺术村 浩克艺术村对于在地文化的策展以及未来规划深具特色 而乡长游淑珍也特别进行解说 让彩线团的名人以及网红推荐吉安乡的丰富旅游资源 交通部观光局今年所推动的乐林旅游品牌 奉金时光示范行程以生态为主题 安排花林吉安以及当令的金屯探险体验 除了考察团媒体曝光之外 还将观光局年底乐林品牌成果发表会里展现 只有这一份这个就是以前的参拜步道 他们往这里来石灯笼都在这旁边 多位的资深媒体人以及一群的网红 今天来到了吉安浩克艺术村 我们看到了是我们过去在吉安里面 闭路蓝绿的这样的一个历史故事 还有在过去日本移民村的文史记录 以及美丽的山水一线间的田园风光 我们希望更多的好朋友来自于全国 甚至于未来可以来自于全世界 来我们吉安来采现吉安的美吉安的人文 吉安的美好幸福 欢迎所有历龄吉安的人一起来探索来共赏 而这次的行程名人代表 邀请到曾经主持我爱红娘等节目的张月丽 与媒体谈谈热龄族群养生旅游心得 非常期待能够借由此次的难得考察活动 展现出吉安箱近几年扎实的基层建设 所带来的美好旅游体验 记者林杰吉安箱采访报道